秦始皇能吃到冰镇西瓜吗 这玩意儿要到宋朝才传入内陆 秦始皇应该是吃不上了 但是他自有妙招 比如趁冬天安排凌人去河里挖大冰块 再统一存进深井里 等到夏天再用 大嫂 你去给寡人弄点深井冰过来 是 这俩可是咱大清最深井的 我说的是那个 拔凉拔凉的深井冰 哦 知道了 冰块运过来后会被放到冰箭里 给室内降温 也可以顺手冰点水果吃 当然 像龙眼 荔枝 枇杷里咸阳太远 吃不着 不到到汉朝才传入 也吃不着 菠萝 草莓 苹果 也要到元朝后才有 然后大黎东岛 迷红糖 到焦点才有的吃 再 再种一个试试 所以 秦始皇夏天可以吃点黄杏 桃子 李子结束 哎 能降温就行 当然 还有一种风险极高的降温方式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使用 现在 立刻 马上让寡人凉 我听说 李不韦是你爹 来人 把他拖出去五等分 让他也冷 大王 拿到我的笑话 不够冷吗 我是崇小绿 关注我 跟我一起铲石哟